你 大学生了没 台湾师大学 到底是什麼 追星達人來囉 對 又欣欣是這個星嗎 沒錯,因為最近就是很多 韓流明星都來到台北 然後大家就想說 太多粉絲去機場接機了 對,金秀賢、金語彬都來打到手 對,沒錯 真的 對,我們今天要聊聊追星的事情 對 之前那個Super Junior 有來台灣的時候 有一陣子待在台灣 然後我跟那個裡面的Henry 還有一點交情 對 對… 你們現在是朋友 你們現在是半講半炫耀的意思 也沒有…沒有半炫耀… 沒有,其實在我自己的心中 我給我秩序 這樣講對不對 還有粉絲衝起來揍你,對啊 何必 看一下… 他們是獨一無二的 智力很強大 對… 然後他就有跟我講過 說在台灣的粉絲 是相當…專心在追他們的 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積極 對 最忠誠的 對 他們連 譬如說要離開家裡面 或宿舍、飯店 到任何一個地方去 是不可能沒有粉絲跟他們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探討 說為什麼這些粉絲 可以這麼神通廣大 對,就他都… 都知道藝人的心中 就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沒有公布 也是私下的行程 可是他們就會出現 也知道你飛機坐在哪個位置 他就坐你旁邊 對 真的嗎 非常厲害 等一下來 機長廣播說 我現在在幫你開飛機 如果他就有點糟糕 反正就是很糟糕 沒有,剛好機長就是 對 就是粉絲 有可能啊 真的 因為像我本身也是有粉絲的 真的假的 你有什麼樣驚人的事件呢 可以告訴我們 有一個粉絲就超級愛 我就… 我所有的行程他都追蹤慘了 然後後來他不知道怎麼樣 就是很關注我 然後就跟我 結果他們就會照三三聊天 他還會問候我爸說 他記得吃早餐 然後天氣變冷了 要穿多一點衣服 結果有一天他就開頭 跟我爸借兩萬塊 這樣子好嗎 特別有點接近詐騙集團 結果重點是我爸還借他 有借他 然後他就消失了 所以偶像們不要借粉絲錢 他會消失 想要問一下大學生 你自己本身也是追新竹嗎 有沒有追過誰呢 好 曾田 我超瘋狂 而且我還有 就是… 心路歷程 心路歷程 心路歷程是什麼意思 心路歷程 那個就歷路程 然後就是 那時候我國二的時候 他們有來台灣開演唱會 然後那時候我沒有錢 我還哭著跟我阿嬤說 阿嬤你一定要借我錢 我一定要去看演唱會 然後所以後來我就是 那一天就是國二 我就自己第一次搭車 北上看演唱會 後來他們之後還有來 台灣辦那種MTV的萬人演唱會 然後是在中山足球場外面 我還跟著粉絲一起排隊 睡在中山足球場外面 就是為了要就是排隊進場 因為那不用錢 所以一定要去夜排 然後我先站位子之後 我還跟粉絲去桃園機場接機 接完之後又再回來繼續睡在路邊 鋪報紙排隊睡覺 對 這麼愛 對啊 然後他們的東西就是我很多 我什麼都有買啊 就是都只是一部分而已 我就是還有很多周邊商品 可是請問一下那種排隊的時候 想要上廁所要怎麼辦 就是你只能卡位東西 放在那邊去廁所 不然就是請旁邊的人先幫你看 其實粉絲都很有愛心耶 他們大家都超有那個共通性的 很有秩序 對 就是護庭 你幫我好 因為反正我們都是喜歡同一個人這樣 所以大家會幫來幫去 真的 那到最後有跟他們有什麼互動嗎 怎麼可能跟他們有互動 他們那麼遙遠 而且就算是那種粉絲見面會 我們也只能在台下乾瞪眼 就是被抽到我們粉絲上去 哪有些偶像超親民 還會按那個粉絲Instagram的讚耶 對不對 阿嬤 對 沒錯 阿嬤還是我可以 對 我就是在上周 你就是借兩萬塊那個人 沒有 現在到底到底要不要還妳現在 沒有 就是 真的很開心凱樂按我的讚 還追蹤我 然後那天超開心的 但是重點是 我覺得覺得很神奇 就是你喜歡一個偶像 就是你心想會心想事成 我今天跟凱樂不同 穿了不約兒童穿的同一雙襪子 真的假的 不可能吧 真的耶 好妙的 是一模一樣 你走進來我整個再看一次 妳跟造型師借的吧 沒有 我從 真的嗎 好呼吸喔 真的 我就是很喜歡 好啊 對啊 那妳不應該在那邊錄影 妳以後就錄余百就好啦 生氣 生氣 不要這樣 什麼 沒有跟我們穿同一件外套 我沒跟我們穿同一件T恤過 妳跟我們穿同一件T恤過 她是真的愛妳 她是真的愛妳 謝謝阿嬤 好眼光喔 讚 對不對 接下來這個 我看大費應該是 妳這大費周章帶來很多東西來 對 大費周章大費 對 然後 妳喜歡 華人之光 周杰倫 對 我從國小五年級到現在都很支持她 對 國小 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媽媽就開車 帶我去百貨公司 參加那個 杰倫的簽唱會 然後之後第七張專輯開始 就開始自己去 然後都在第一排 所以每次簽唱會的時候 都是凌晨十一點排 排到隔天晚上七點 因為我們每次台中場 都是晚上七點 所以我們有時候都會睡在 那個光場那邊 對 睡在光場 對 沒有交接 妳有跟她最近的互動是什麼 就是那個 上台跟她唱那個 超人不會飛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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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發現就是周杰倫 你看他從頭到尾好像 那個眼睛一直不敢看你 怕笑場 怕笑場對不對 因為他 他算是一個 蠻愛面子的一個藝人 對 所以 對 如果他 對啊 那個Ken哥跟豆哥應該都知道 我們 沒有啦 是曾經有跟哲人去 合作拍 對 拍東西 然後有只要去KTV唱歌的話 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歌手是 KTV唱歌 然後全部把自己的歌點滿 就還滿享受的 通常是歌手去唱歌 然後說不要唱我的歌 不要唱我的歌 先讓我休息 沒有 他是先把它點滿 然後全部都是周杰倫的歌 都自己唱嗎 真的很熱愛音樂 對 對不對 好 繼續支持對不對 剛剛那個甄田你好像 也有跟偶像一起合唱歌 對 對 那時候我之前也很喜歡羅志向 但是沒有像剛正那麼喜歡 但是我 他們來 這句就多了 就是很妙 就是他們 他們那時候流行那個 校園巡迴演唱會 就是可能學校幾張專輯 他就會去那個學校開演唱會 然後那時候他們都來台南 我就一起去 然後我早上十點就去排隊了 然後一樣排到晚上六點 然後差不多在下午三四點的時候 工作人員就突然把我叫過去 我就想說怎麼了 是不是我們有人插隊還是什麼 然後結果他就說 不是 就是他等一下需要一個人上台 就是跟羅志向一起合唱 我說好 我當然要 然後所以就是我上去 而且重點是不只合唱 他還牽我的手 然後我們還一起坐在 牽去哪裡 在台上 然後想那麼多 然後還牽去做那個 大愛心的那個沙發 就是很像我們是小情侶這樣 好棒 小妞 他那時候很紅 那一首叫幸福不滅 真的很紅 真的 到現在記憶都很清楚 小妞現在在瞪我 小妞 小妞要生氣 小妞要哭了 沒關係 下次我也可以嗎 就是下一張那個 他的專輯來宣傳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他講說不要 他應該會答應我 不行 好 OK 我也花很多心思耶 什麼心思 因為我大概在差不多十五十六歲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是從我可以出門的時候 然後他就是我人生第一個追的藝人到現在 然後最妙的是我有照片 給大家看 最妙的是 對 最妙的是 大家都有啊 不是 最妙的是 那時候我什麼都還不是的時候 我就完完全全 就是素人的時候 那時候我手斷掉 然後我就參加一個他的活動 然後我就跟他手斷掉 然後跟他走秀 好特別喔 手斷掉跟他走秀 哎唷 對 打石膏 所以是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他之前那個來節目 然後就問我說你手好了 可能就因為這樣吧 小猴妳呢 妳是喜歡陳婷妮 妳看有好多的 陳婷妮 對 陳婷妮照片 我那時候追她是從 是從2012的時候那時候開始 對 然後是她因為拍戲劇之後 注意到她 追演員跟追歌手 是不是方式不太一樣 對 靈演也有 什麼意思 妳有去當靈演 對 那時候她拍兩部戲劇的時候 因為透過朋友我介紹之後 進去當靈演 可是也不知道會跟她對到戲 結果那時候她當天發現我在長州 她其實還滿驚訝的 可是她也滿開心的 為了接近她去當你演 對… 然後真的跟她有演到戲 有演到戲 陳婷妳是跟Will Smith真的假的 就是她之前來台灣的時候 然後這個是跟她兒子拍照 真的耶 鐵燈 就是有幫我們簽名 幫妳簽名 好酷喔 這個是她兒子 還有劉德華 就是前陣子她剛來的時候 然後 前陣子她剛來的時候 就是上一次來 對 開演唱會 我有去飯店等她 然後朋友知道我很喜歡她 就請她幫我簽名 然後有寫生日快樂 好好喔 那時候剛好生日 而且有妳的署名耶 對 然後還有生日快樂 太棒了 好棒喔 這個紙為什麼這麼泛黃 對啊 這紙是 她直接拿飯店的紙給我 我們拍得比較黃而已 這是旁邊 是不重要是她親筆 你看到沒有 對啊 真的耶 這個通常會互備起來 真的 你怎麼沒有互備啊 或者錶框什麼的 對啊 保護好嗎 會嗎 沒有耶 假如我現在萬一不小心 撕破你會怎麼樣 你會發瘋嗎 會心痛 你會心痛 對 你冷靜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開玩笑的 這代表說真的很重要 謝謝 KING哥就想幫你提升而已 OK 很快 想不到大學生們 對於偶像的一切 是如此的瘋狂 但精采的還在後頭 今天來了四位 專業級的追星大學生 要來分享他們 神乎奇蹟的追星秘契喔 請 今天我們節目起來的這幾位 算是真正真正的這個 算是達人等級的追星組 是的 成第一位是文藻大學 傳譯系二年級的SHINY 歡迎他 歡迎 SHINY 好可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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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文藻傳譯系的SHINY 對寒流的著迷 已經進入了狂人的境界 而他又有過哪些 誇張的追星經驗呢 追多久了 我從國中開始 就是追蹤寒流的部分 這樣幾年了 目前這樣有六、七年的時間 家人有沒有一開始 因為國中就開始追 有沒有反對 對,家人很反對 怎麼辦 因為他們覺得 就是追星很花錢 所以你用錢嘛對不對 對 一定是全部都 就是爸爸媽媽 就是會跟他們撒嬌 然後就是說要買專機什麼的 而且那麼瘦 是不是因為都沒有吃飯 把錢拿去買專機 就是會偷偷把錢就是存下來 沒有吃飯 然後為了買專機 或是週邊 或是買一些演唱會的門票這樣 這個很多粉絲都會這樣 對,很誇張 那還有沒有做過其他更誇張的事情 更誇張 我就是在去年暑假的時候 我就直接追到韓國 然後我 就是打工 然後就也是一天 一個人在韓國打工嗎 沒有 我在台灣 在台灣 存好錢之後 對不起 對,就是 我就是去打工這樣 然後韓國打工半年 那很累 然後呢 然後去到韓國之後 然後我存錢的方式 就有點騙雞其實 就是我會 然後我一個禮拜 控制自己只花五百塊的人 天啊 對 這樣過了半年 對啊 對,這樣過了半年 然後飛去韓國 在韓國住了十五天 對,就是待了十五天 然後才回到台灣 有發生什麼 跟他們的一些互動的事情嗎 沒有 就是我有參加他們去年中秋 就是偶像運動會的錄影 然後這個就是在運動會場 對,就是在現場的部分 剛剛吃麵包記得... 對,包子要打開 就是那天錄影錄很長 錄了十七個小時 然後我們只吃了一個麵包 跟喝了一小罐的水 對,就是都沒有吃東西 對,然後太陽又很大 然後也沒有遮蔽屋 然後晚上又超冷的 然後冷到發抖 這樣子妳都願意忍受嗎 妳就是這麼愛他們 對,就是為了見到他們本人 所以就很忍耐 對 房間貼滿他們的海報 對,就是在房間 都貼滿他們的海報 有房間照片嗎 房間照片嗎 就是房間的照片 算客氣了啦 妳會對他們朝晚膜拜 或什麼之類的動作 就是我都會對著照片講話 會說什麼 會跟海報講話 就是會看到他們說 好可愛、好帥 然後什麼未來就是要跟你再講 然後就會跟他們說 就是晚安 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然後就會特別跟他們說一下 就是可能今天很難過之類的話 妳現在有男朋友嗎 沒有耶 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都把他們當男朋友 太愛他們 就是覺得說就是交男朋友的話 男朋友一天都會不喜歡你 可是偶像他們不可能不喜歡你 因為他們沒有... 他一直都很喜歡你 對,他們覺得... 因為他們又有粉絲 所以他們一定會喜歡你 可是男朋友總有一天 就是會不喜歡你 聽起來很荒謬,不是嗎 不要這樣 怎麼這麼跟你講 對不對 然後他看完照片 跟那個照片講完話以後 你還會拿鈴鐺起來搖這個感覺 對 你敢吃啊 對啊,他咧 作法 這是會... 大笑之後開始 好恐怖哦 不會啦 你怎麼會講 你怎麼會講 就是... 可是會偷偷就是想親一下 就是在海報親一下這樣 為了見偶像一面 女大聲追親被詐騙 喜歡金秀賢多久了 我喜歡他三年了 你會因為追他 你說吃過什麼虧 因為這次的票 因為太多人就突然喜歡他 然後所以就很難搶 我就去買黃牛 那個黃牛就騙我的錢 然後我就騙了六千 阿抱有啊 最近一下子追到上新聞 就是開兵力去追的就是我他 就是你唐姐 唐姐就是 那時候規定我們一定要看 來自欣欣的你 然後看完之後 要跟他分享 分享完之後他就... 你可以跟你唐姐推薦我嗎 對 大學生了沒 假如說你的另外一半 然後把偶像當成男朋友 然後這樣跟海報講話 這樣可以接受嗎 太多差 這男生不太能接受耶 艾波你還可以喔 我覺得沒關係啊 因為我覺得偶像 會給你一種力量 就是 就像我也會可能一整天 一整個晚上都在看某個人的 你男朋友抱著你 然後他看著比如說 徐若瑄的照片 我也可以叫他叫我的偶像啊 我也可以抱他 然後叫我的偶像啊 所以我覺得沒有關係 你為什麼要叫他 我變態很難 這次是一個情趣小遊戲 超級對 對啊 阿蹦你打差 我覺得不行耶 因為你不吃飯 我這個覺得這有點嚴重 然後我本身我就是會覺得 如果會到會跟他自己開始講話 我覺得這是出現開始幻覺 真的耶 所以我會覺得 我如果身為你朋友或是男朋友 我都會是擔心的狀況 難道你不會看著凱樂的照片 跟凱樂講兩句話嗎 會 我會這樣 我就說我會是分享 我就說 你看凱樂今天穿得很漂亮 很可愛這種 可是如果 我常常對他們就說 你看他今天怎樣怎樣 就是會很激動 可是如果一個人 不會是這種 你看凱樂你怎麼這樣 我覺得 好恐怖喔 凱樂 對 我今天考試100費 對 你確怪怪 我覺得 我覺得這種真的是 會讓人家覺得有點擔心 可是如果是這是你的力量 我覺得可以 那可不可以 很有道理 還是有人站在你這邊的 好嗎 先坐一下 歡迎 謝謝 接下來第二位的韓劉最新達人 來自東吳大學英文系 一年級的FREA 最喜歡的韓國藝人是金秀賢喔 歡迎大家入場 歡迎 好 FREA 也是個可愛的女孩 帥 第二位韓劉追星達人 FREA 老早在星星劇出現之前 就愛上了金秀賢 為了舞相 他可是不顧一切 不管如何都要接近他喔 喜歡金秀賢多久了 我喜歡他三年了 三年了 星星之前就喜歡他 對 從Dream High 那現在這麼多人喜歡他 你會覺得說他怎麼那麼多人 跟你瓜分他的愛嗎 對啊 一起分享 不會啊 就是很多粉絲 然後他就會更開心 但是 有沒有因為追他 譬如說吃過什麼虧 有啊 就是我 因為這次的票 因為太多人就突然喜歡他 然後所以就很難搶 對 然後我就 最後還搶不到 然後結果我就 我就去買黃牛 然後結果那個黃牛 就騙我的錢 然後我就騙了六千 假票嗎還是什麼 就是他最後是沒有寄來 蛤 全部了 沒寄票來 對 所以就變成你見面會 也沒去成 沒有 我有去成 你有去成 為什麼沒有 最後就是因為 就很多後援會的姐姐 他們就幫我 對 就你又再花一次錢 對 又花了 就兩千二的位子 用四千六買到 天啊 他花了一萬多塊錢 才看到 那為了貼近他 你有特別擬定什麼 作戰計畫嗎 就我們有聽說 說他就會 這次會住在元氣 然後 怎麼聽說的啊 到底是誰在傳 對啊 誰跟你講的 對啊 你有去每一間飯店打聽嗎 對 沒有 就因為其實媒體 前幾天也有報 但是我們還是更之前就 可能就什麼 就大家都會聽說 就後援會有很多消息 我怎麼都沒聽到 對啊 到底去哪裡聽的 但他們有一個組織 然後可能會有一個群組 然後大家就來聊說 是不是 對 因為我是首站後援會的 那個工作人員這樣子 然後 你滲透進入到工作人員 不是 不是 叫我是成員之役 成員之役 對 所以知道他住元氣以後呢 然後我們就很提早 就去TripAdvisor 然後就去找哪裡訂最便宜 然後我們就六個女生 都有去住那邊 妳有沒有故意把他前後 左後的房間包起來 全部包起來 沒有 他們把那一層都包了 大家有這樣子這種 你追星計畫嗎 有沒有 這類的 像這種 阿坡有嗎 就是金秀賢 因為我的堂姐很誇張 她就是有追金秀賢 追到上新聞 就是開兵力去追的就是我堂姐 就是你堂姐 對 她就是一路跟車 然後到哪裡都跟 然後那個就是一路 就是有很多人開車就是被攔下來 可是他們不敢攔兵力 然後就是我堂姐 然後我堂姐就是 她那時候規定我們一定要看 來自星星的妳 然後看完之後要跟她分享 分享完之後她就立刻帶我們去韓國 這樣子 妳可以跟妳堂姐推薦我嗎 我一起去好了 是 追星追到變好姐妹 偶像的行蹤全盤掌控 妳的身分是 我是那個 MISS A台灣首站的站長 那你們是不是有互動 那在推特上面 是她回覆我 或是拍我 在她的上面 怎麼那麼好 所以妳也會跟那個 比較其他粉絲 要選她們的舞蹈之類的 對啊 會啊 大家都做同一個動作 對 她擦得特別嚴重 擦著走她的 擦著走她的 大學生了沒 接下來第三位韓國最新打人 來自錦雯科大四傳戲一年級 叫做Me 她最喜歡的韓國藝人就是MISS A 歡迎大家出場 歡迎 好 好 怎麼那麼可愛 都是可愛的女生 第三位錦雯科大四傳戲的命 非常喜歡韓國女子團體MISS A 甚至連名字都和其中的成員一樣 據說她還有另一個神秘的身分 馬上來聽聽她怎麼說 追多久了呢 我追四年了 四年了 而且妳的身分是 我是MISS A台灣首站的站長 站長 為什麼妳可以當上站長 妳做過什麼事 對 就是他們一出道的時候 就很喜歡他們的MV跟歌曲 然後就想說要辦一個站 就支持他們這樣子 所以是妳創的站 對,我創的 妳創的 對,我創的 其實我知道MISS A裡面 好像有一位就叫做命 對,我最喜歡她 所以你也就是 妳也就叫命 對,沒有,就剛好名字裡面 也有一個命字這樣 好,剛好 英文剛好也是 好巧哦 巧合 這麼好 對 對,你們是不是有互動 對啊,有互動 什麼樣的互動 就是在推特上面 或者是那個Instagram上面都有 就是她回覆我 或是拍我 在她的上面 她把妳這邊發到的Instagram 對 我們看到 然後菲菲也有 菲菲也有跟妳互動 對,這是官方的 謝謝妳們一如往常的支持 這是菲跟妳講的 對… 好恐怖哦 然後而且還PO妳的照片 沒有,這是命PO我的照片 那個拿牌子的PO 中間那個 中間那一位是不是 對 然後那是命PO的 因為那時候英文不好 然後我在機場就只能跟她說 I love you, I love you 命, I love you 然後她就說 I love you too 這樣子 然後就PO我的照片 貼妳 所以你們是有在網路上聊天嗎 就是偶爾 就是她就是有在玩手機的時候 還可以跟她聊天 對,就是 這個互動太強了 她常常跟粉絲聊天 就回覆粉絲 所以妳也會跟那個 譬如說其他粉絲 要學她們的舞蹈之類嗎 對啊,會啊 就是常常會去模仿她們 然後有就是參加過她們那個 迷世舞蹈大賽 有進千十名 這麼厲害 然後這是記者會 就是她們耳機的記者會 然後找我們去 或是妳就頭髮就是剪成那樣 沒有,是長起來 長起來 對 造型也要學她 跟她一樣才行 對 然後跳她的舞對不對 對 你看 好幸福哦 抱超緊的 對啊 真的 對不對 真的 很蕭 會跳她的舞 今天要不要跳一下 再看一下嗎 好啊 好,歡迎 GO 謝謝 好,謝謝 不要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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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君 i'm losing the show sweets, joy, life 너를 원해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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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hush, hush, hush baby 좀 더 가까이 날 꼬 안아줘 Q me, kiss me Oh 好可愛喔 我覺得命跳舞有一種淡定感 可是你唯一錯 你知道錯在哪嗎 錯在哪 怎麼了 錯在哪 真的 對啊 你才講一點 他就騷花 怎麼樣 他好騷 他好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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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錯 而且你很會甩頭拋 就是放電那種 謝謝 特別練的嗎 本身就有在學跳舞 本身就舞蹈員 一樣也是很愛MISS A的對不對 對 今天完之後 不會 大概是愛MISS A 謝謝你們 謝謝 好的 今天最後一位是來自淡江大學 英文新一年級的MIKO 最喜歡的韓國女生 Super Junior 一起歡迎MIKO 歡迎MIKO 女兒,歡迎 MIKO,你好 來自馬來西亞的MIKO 非常喜歡韓國男子團體 Super Junior 甚至在演唱會上 做出瘋狂舉動 也成功獲得了偶像的關注哦 你喜歡Super Junior 有什麼樣的夢想嗎 對 就是有... 就是希望自己有機會 可以去到韓國 和一次他們的演唱會 那因為你這個... 因為粉絲在下面 常常看到偶像 有沒有在下面有做一些 特殊裝扮 對,小心機 像我去年去看他們的舞巡的時候 我就把... 就穿著那個長頸鹿的連身服 這樣就去看他們演唱會 好可愛哦 就是這樣子 那他們有特別看到你嗎 有,因為... 因為當下其實每一個人都可能 就穿著就普通的衣服這樣 然後就一個特別 一直長頸鹿在那邊 可能就有被... 就有被注意到 對,因為在... 長頸鹿剖腹生產哦 你看 這是一個人來 那這樣會吸引人注意的 對 因為其實是因為像新加坡 它本身是非常的熱 所以這套服裝本身就很熱 然後這樣子是比較通風 真的 KEN哥,如果是你的粉絲 要穿什麼樣子 才會吸引你的目光 比基尼 比基尼 要看誰穿 他幹嘛生氣 很奇妙 不會 而且... 都可以 都可以 我博廣那百川 因為基本上會來的人就不多了 幹嘛這樣 不會 都會擠得他 是,但是你就粉絲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必備的東西 像粉絲的話 我們看演唱會的時候 我們會帶就是拍立得 拍立得 拍立得 今天有帶來 就是你的 這裡面是你的就是 保護褲這些一定要帶 拍立得 還有小板凳是不是 像就是那種凳子的話 是因為就是 在搖滾區的時候 可能就是 因為可能看比較站不... 看不太到 所以就可能會站在凳子上 可是用這個不會被後面的人虛嗎 對 有些人會虛 但是因為基本上通常會... 就是因為那個腳 就是搖滾區他們通常範圍會很大 通常用凳子的話 可能會在比較中間的那個位置上 對 所以會有用凳子 那為什麼還要戴這個束腿的襪 束腿的襪是像...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追星的時候 可能不是一天 而是可能會... 就這樣露給他們看 也不是 只有螢光了就好了 也不是 是因為可能我們這樣我們接完機 可能要去跑他們 就是彩排的地點 還有去他們住宿的酒店 都是用腳走 因為我不包... 我是不包車的那種 因為我覺得... 你不包車的 你可以認識那個 阿彭的堂姐 他可以... 太憑依依依依依依 因為就是像在新加坡 就是如果你要包車去追星的話 會非常的貴 對,所以我們都是用腳 就是到處跑那個地點 你是新加坡的朋友 我是馬來西亞來的 對 然後所以就是束腿歪去 晚上你穿的時候 就會可以輕輕一下 那個小腿的那種負擔 然後第二天要去... 再去跑的時候會比較舒服 好,裡面還有這個... 小腹石 慢秀雷蹲 蚊子多 其實是因為就可能 一直走來走去的時候 肌肉痠痛你就可以... 就是... 讓自己比較舒服一些些 天啊,他這個... 拍立得跟數位相機一定要 對 都要有是不是 然後像OK蹲是因為我們在 就是可能拍... 就可能在接機啊 還是或者是 等待他們彩排結束的過程 然後可能會有推擠的那種狀況 人太多了 會有推擠的情況 那怎麼辦 會受傷 會受傷的話 就是我們可能會有那種想要想 就會有這種東西 就會有可能OK蹲 然後有可能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給你這樣子 那麼容易受傷 然後腳又那麼痠 會不會想放棄的 什麼 算了啦,不追了 這就不會 好,我們大家可以聊 謝謝 謝謝 歡迎你來 好,各位,我們現在就要 一項一項來看 究竟這些粉絲怎麼可以 這麼神通廣大 首先第一個 最新手冊是掌握行蹤 絕不錯過搶票 或者是搬機的時間喔 好,請問一下大家 有曾經搶票失敗過嗎 很難過吧 選擦 搶不贏別人 怎麼可能 大費你有這種經驗 對 因為像周久永的票 因為周久永真的是 兩年或三年開一次演唱會 那台北場的 有時候只有台北場 台中、高雄可能都沒有 尤其是台中根本就沒有 周久永的演唱會 所以我們都要去書局 那種年代售票去卡位 要去搶票 那通常地位都是那個阿伯 都會去搶那個黃牛票 然後常常那個年代售票 都會大當機 所以有時候都會搶不到 然後只能上網去買 真的,我那時候RAM要當兵前 就開一個演唱會 然後我就上網電腦 整個系統都當掉 我在電腦前面都快哭了 因為他就要去當兵了 然後後來因為那時候 他就開始有點都沒有在走跳 然後都沒有朋友要陪我去看 我就一個人去看RAM的演唱會 然後大家旁邊路人說 他說他是凱樂嗎 他是凱樂嗎 我就一直尖叫 都不理旁邊路人 這麼愛喔 超愛 完全變粉絲 對,那我來問問看今天的達人 如果是那種秒殺的那種票 要怎麼樣才可以搶到 對,你到底怎麼搶到的呢 對 前一天我會先去試試看那機台 然後就看操作 就我們去家裡附近 然後先模擬 對,然後都要先點 然後點到最後一步 然後就再去其他台點 然後看哪個比較順 然後就... 比較直台的順暢度 你這個是我們小時候 在玩麻袋的那個嗎 對 這台比較順喔 這樣子 然後還會找就是一條街 然後可能這邊是全家 這邊是Seven 然後就全家搶不到 然後就衝去Seven這樣 就立刻馬上就去搶 都要先做好功課的 對啊 這樣子 那命呢 我都去西門町的 就是後面那個國賓那附近的 那邊的網路跑車快 對,然後像如果要用那個 電腦搶票的話 就是去那個 府中捷運站 追星組為老相 盡都使用這些應援起招 應援到底有分哪幾種應援 應援的話有分兩種 就是口號應援跟食物應援 我們要付錢 就是做這種東西 你們本身是自己做的 這不是官方的喔 這是自己做的 這不是跟我們自己做的 這次金秀賢有做食物應援 這個也太可愛了吧 好可愛喔 阿波我肚子好餓喔 對啊 我聽完他們的票 我突然覺得好殘荷 我等一下就去買 會不會 還好笑 喔耶 大學生了沒 電腦搶票的話 就是去那個 府中捷運站二樓的 太專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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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就跑很快 因為跟朋友三、四個一起站 然後他說我這邊沒買到 你那邊買到了沒 然後我買到了 這樣然後就禁止掉這樣子 然後團體站的感覺 不過這是買票啦 剛剛講到這個搶班機 你們到底是怎麼知道說 藝人的這個搶機時間的人 那個像這次金秀賢 原本我們有問主辦 因為我們有跟主辦結合 然後主辦原本說這次不公佈 然後我們就有朋友 他在機場就工作 然後就先去查 當天有韓亞跟大韓的搶機是什麼 然後就去推這樣子 推 推是推理的意思嗎 推算 推時間 推時間 就是說可能飛韓國 韓國到這裡要多久 然後推回去 然後可能這樣我們要幾點到機場 這樣會比較保險之類的 我告訴你們 誰可以知道好不好 誰 就是那個命可以知道 因為他可以直接問MISS A 對,你認識他們 是不是 對啊,就有一次就是 因為我們都是靠主辦單位 發布消息知道搬機的 然後有一次就是很模糊 就是一下說誰先來 一下說誰後來 然後結果就搞不清楚 我就去問菲菲 我就說 就是問他說 你們搬機是幾點來 然後他就有告訴我說 他跟家先來 然後後面再來這樣子 來,我們問同學好了 好啊 同學看看有沒有 譬如說小猴,你知道嗎 像台灣藝人 他們主要的行程都是從聯合追星網 那是什麼 那是一個 就連我們都不知道 對啊 那是一個就是有些 我也會PO一些那個媒體記者會 或者是他有一些歌唱 演唱會 或者是唱片會 簽票會之類的 都是從聯合追星網上面知道的 可是主要那些簽唱會 或者是比較 能提早知道的話 追星網都會先PO 要不然其他像你 你這種模特兒的話 他們行程都是早上四五點才會知道 然後四五點知道呢 怕今天有課就把課所有喬開 然後只為其他的活動 要喬開就是 翹課的意思嗎 對 講好聽點 然後因為他後來 因為他後來不… 知道我們會敲開會生氣 所以後來就是比較少 因為後來現在也大次 所以課也比較少了 對嘛 好 來 餅乾有問題 來 沒有 因為我想要問一下來賓 他們常常坐飛機下來接機的時候 後面他們會包車跟跟車嘛 那在高速公路這麼快的速度上 為什麼都不會跟丟 到底有什麼技巧 對耶 對啦 這一次金秀賢妳有去跟 這一次我們有直接是跟到飯店 這樣子 然後可能會先找有經驗的司機 然後我們這次找到司機 他有固定配合的司機喔 就沒有固定 就是這一次是我朋友找 然後他之前NBA球員來 也是他們在的 對 所以就是他比較會跟這樣子 然後我們是在金秀賢他在記者會的時候 就是他在開記者會 我們就開始推算他會去哪裡 就可能會去頂太風 然後會去新夜台菜 然後我們都先打電話 天啊 妳真的很會耶 然後打完電話 然後確認或什麼之類的以後 然後就叫計程車 然後到定點等 厲害 那究竟包這個車 譬如說它有沒有一個行情 大概一天要多少錢呢 米 一天的話大約是一個人一千 所以一車四個人就四千 對 一車就四千 然後可是一整天追下來的話 差不多要花三到五千左右 不是包一整天嗎 對啊 包一整天 可是你還要買東西給藝人 就是你追車 然後他現在在舞蹈大賽好了 你要買飲料 買星巴克 然後四杯都要 那又花錢 然後就是整... 就是你要就是去... 他去吃飯 然後你要買點心給他 就無論何時何時 你都要付錢 這樣子 但是他們這個是跟車 要想辦法不跟中嗎 對 大飛是直接就是跟杰倫 就是坐同一台車了對不對 是我們那一群朋友 就是也有追的... 追的... 就是特別的情 對 然後就是會去那個烏日高鐵站 去那邊接 或是下一場他們馬上回台北去接 對 就坐到那個高鐵的同一個包廂 對 幸運耶 對啊 OK 好 接下來看一下還有第二點喔 第二點是應援粉絲團結力量大 這個問一下你們應援 應援到底有分哪幾種應援呢 應援的話有分兩種 就是口號應援跟食物應援 然後口號應援就是像在演唱會上面 然後我們就會就是因為我們要付錢 就是做這種東西 然後就是讓粉絲這樣 就打打了一張 粉絲自己做的 這不是官方的哦 這是自己做的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對,就是自己設計 然後自己印 然後發給粉絲們 而且每次韓國偶像在唱跳的時候 台下的粉絲也都跟他們一起唱耶 對 他們會自己發明的 然後會中間有空隙有沒有 進奏的時候那個粉絲就會加油 對啊,就是我們會發另外一種小單子 然後上面會告訴你 要哪首喊 然後如果是做網路上的影片的話 就是官方會釋出那個 哪裡要講 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聽韓國的分析 所以還要先練習好 對 對啊,就是那個點要去抓 然後我們再轉中置給粉絲們看 剛剛另外講一個食物應援 誰有做過食物應援的 我們這次金秀賢有做食物應援這樣子 然後我們... 什麼意思就是要餵食嗎 不是 就是有茶水餅乾 然後所有他吃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蛋糕 可愛了吧 對 好可愛喔 然後還有餅乾是我們都畫好圖以後 請廠商製作的 對 好有心喔 這個蛋糕都花滿多錢的耶 然後又來自欣欣的妳對不對 所以... 偶像本人看到真的會很開心耶 對 然後還有那個蛋糕是因為那個做蛋糕的 他自己也是粉絲 所以他就也很用心去做這樣子 你們是不是曾經有看過粉絲真的吃你們的東西 或是喝你們的飲料還是... 食物應援 我們這次剛好金秀賢 他就是在... 我們有準備水 然後那個水他有喝 就因為我們有自己做貼紙 就你們準備的 對,我們有做貼紙 然後有貼上去 然後我們就發現他用吸管喝那個 就是我們的水 然後大家就很開心這樣 哇 阿波我肚子好餓喔 對啊 對啊 對,我聽完他們的飲料 我突然覺得好殘酷 我等一下就去買 會不會,開玩笑 好像吃超多的 大學生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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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他第三點 是天涯海姐 有找到你粉絲的驚奇收藏喔 今天這幾位粉絲 有帶來他們一些收藏 我們起來看一下這邊 來,老師 有誰的東西的 我 好,出來講 好 那我的部分就是這個 好 好,這是什麼 這個的話是 就是INFINITY 他們之前代言的一個叫 兵品叫做拿度POP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他滿額 你只要消費滿八萬元韓幣 他就會送一組這樣子 可是因為... 八萬元是多少台幣大概 台幣大概 數學有點差 一萬元大概是多少台幣 一萬是兩百 大概兩百七至三百 然後因為就是我們在市區 比較市區的地方 就是想要買更多 因為很多朋友想要 然後我們就要買 可是因為都缺貨 他是限量的 找了很多店家 然後才找到 就是在西大門的地方 然後才買得到這個 然後他就是... 因為他有限量 所以那個店家是說 就是一間店大概是五十組 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們把剩下四十七組 全部都買下來 非常瘋 對 真的 那現在KEN哥所要拿的是 誰的還棒 這是INFINITY 就是L有代言一個化妝品牌 KEN CHERRY 不是聖書 就是他代言的一個化妝品牌 那為什麼... 好... 怎麼得到呢 化妝品牌 對,什麼會有這個 韓國的話韓國他們就是會使用 就是你只要消費滿三萬元韓幣 然後就會送一張海報 其他這一部分是誰吧 是別人的對不對 MICO的 來,歡迎 這是誰 MICO要介紹的是這個小卡嗎 對,這是小卡 小卡片 這些誰有沒有卡 這是誰 像這些卡片呢 像這個它是 就是他們有那種Star collection的卡 然後那是一套一套的 然後像這些是 含專裡面 就是專輯裡面 才會有送的小卡 那怎麼收集得這麼齊全 像這些小卡其實我除了 像我自己本身買的一張專輯 我有那一張小卡 然後剩下來就是可能 一張專輯只有一張 對,只有一張 而且是隨機的 所以可能會收集到同一張 對,像有些時候可能你買了 可能你會一次過買了十張專輯 可是可能裡面有五張的小卡 是一樣的 有沒有稀有的卡 比較稀有的應該就是 因為像我們這一組 這一組怎麼樣 對 怎麼樣找 因為這一組它是只有在韓國 那時候他們上這一部 IM的電影的時候 只有進場的觀眾 他們才會有送這樣子 而且隨機送 它是會有一整組完整的 但是因為它之所以稀有 是因為有些人就是可能他們會 就是可能要賣出來 可是它不是一整組賣 它是一張一張賣 單張賣 對,我是單張單張收的 Oh my God 所以這個 這一組大概要多少錢 大家猜 完整這一組 因為 因為 一定有能進標 對,一定的啊 這樣幾張啊,總共 它一組 有九張 就是九張一組 大概多少錢 九張猜多少錢 一組是九張 寬紀文一萬五 因為我們以前玩遊戲王卡 一張就要一千塊嘛 要 沒錯 一千對不對 所以我想說這種一定更有價值 而且還會進標 所以一萬五應該跑不掉 對啊 最高一萬五 所以 最高是一萬五 像這一套買完到來 它的總共價錢是大概五千 五千左右 五千左右 沒有想像那麼誇張 但是也不便宜 也不便宜 因為單張收每一張的價錢 都會有不一樣這樣 那你剛剛收集的這些小卡 誰的價錢會最高啊 像 價錢裡面的話是 像東海 利特的價錢會特別的高 史緣不高嗎 史緣呢 也差不多 但是它的價格可能就是會 在利特之下一些些 對 珍貴啊 謝謝你啊 謝謝 不過當然要問一下這個四位 如果追星這件事情 對你們來說 你們當然辛苦 可是你們覺得最值得的部分 是什麼呢 其實追星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精神支柱 然後就是會看 因為我很喜歡TWIN1 所以我就會看著 TWIN1的影片 或是他們演唱會 就是得到一種力量 對 然後就告訴自己 不用放棄加油這樣子 夢想你哪一天 可以成為他們的 就是還滿... 就是很希望 就是有一天可以跟 就是TWIN1的團員 在舞台上有些切磋這樣子 成為他們的師妹嗎 對 真的太棒了 那BREA你呢 那個因為之前 他有拍Dream High的時候 他其實那時候還很... 是一個素人 然後他就為了練唱歌跟跳舞 他其實先訓練了一年 然後就會有影片 什麼的 然後就會... 然後他很努力 然後就會想要自己 跟他一樣努力這樣子 很正面耶 正面 很好 命 我就會想要去把 就是語言學好 就是可以跟他對話 然後就把英文、韓文去學得很棒 然後就可以跟他對話了這樣子 Miko 然後像我自己是... 因為曾經就是在念書的時候 可能有遇到瓶頸低潮 然後一度就不想要再繼續念書 可是那時候像看到就是歸前的故事 因為歸前的成績很好 然後他就是一個我的動力這樣子 就是... 我就跟我媽媽說就是 我追星 但是我一定會下來這樣子 結果我會認真念書 所以它是有一個正能量 這樣子 對 對啊,其實大家都可以繼續做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萬一真的以後 不知道要幹嘛 其實當偵探也是一個你們的選擇 我覺得掌握了藝人的心中 太厲害了,對不對 對啊 不然你可以去國稅局查藝人的稅 對啊 才會查東西 因為真的兩邊都不行 至少可以去抓狗 真的 也是 也是 好不好 偶像對大家帶來正面的力量 對 今天要非常謝謝幾位 謝謝 謝謝 謝謝